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志工菩萨 各位联友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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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胀 今天是我们第四届 志工培训 颁发解业证实之日 我们志工可以说 是一个团体里面的细胞 这个细胞如果健全 活跃 能够使这个团体 所办的各种活动 都能够顺利的进行 而且取得圆满的成功 尤其是我们这个团体的志工 跟一般的志工是不一样 一般的志工都是属于世俗方面的社会性的活动 有一些善事 一局都需要志工 或义工 但还是在于世俗层面 其实有佛法的团体 佛法的义工 志工 但跟我们的志工相比 我们的志工会更加的有意义 值得 因为我们的志工 都是秉持着 弥陀的悲心 所谓 水火大悲心 弥陀如何为我 我便如何为人 我们就是当弥陀的手脚 做弥陀的事情 光大庆祝法门 广度十方众生 因此我们再怎么辛苦 都是功不堂 因为我们所做的 是功的异形 是无漏的 那么其他的 可说都是有漏的 不过能够现身 当志工 都是值得赞叹 加许的 因为志工也好 义工也好 本来就是心甘情愿的 牺牺牲奉献 不求为报 而且又能够 人苦耐劳 无愿无悔 所以不管任何团体性质 的志工都是值得赞叹的 因为那都是属于 因为那都是属于善事 属于义举 只是以我们这个教团的志工 来跟其他的志工作为比较的话 我们更值得赞叹 因为我们所做的 是弥陀的事情 是众生的救度 我们所做的 都是为弥陀而做 为众生而做 我们在活动之前 有培训 有讨论 乃至有这个彩牌 预宣演练 事后也会检讨得失 那么我们最大的回报 就是我们活动过后 参与的人 他参与了这个活动之后 他怎么样的回馈 回响 这是我们应该重视的 当然事情不可能 百分之百的完美 但是总会有 值得让我们欣慰的 譬如说 不久之前 就是去年 上个月 十二月二十四号 我们在台大 所办的 弥陀 圣诞 念佛 一永日的佛医 就有一位 就有一位停静 感恩 感恩 我来电一遍他的文章 他的标题是 记106年 106年 静徒们 那是此生最值得祭练的一天 弥陀 弥陀 光明 弱于我心 至今 仍然感动不已 火会是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举行 地点在台大体育馆 一大早 我们就从苗栗出发 开开心心 欢欢喜喜地搭上 开往 极乐世界的专车 一路 大家都在练佛 到达会场 才刚下车 就受到主办单位 温馨 热忱的接待 仿佛 弥陀 慈父般的 细心呵护 不由地 让我们 失了眼眶 一件会场 庄严的氛围 令人 发喜充满 在 弥陀 光明的 摄取当中 我留下了 激动 感恩的泪水 久久不能自宜 回顾 我的学佛经历 都是主张 自立修行解脱的 圣道法门 不知道 阿弥陀佛 主动 平等 无条件的救度 我 曾经随过密宗 也修过 禅敬双修 也参加过 无数处的 拜灿 佛期 禅期 三十系列法会 等等 在还没有接触 散导大师的净土思想之前 总觉得 往生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因为 红华者都说 没有清静心 没有功夫成天 没有修到一心不乱 是不能往生 极乐世界的 我 我这么多年来 越修 越苦恼 内心 始终 忐忑不安 如今 我是 何等的幸运 约莫在半年前 机缘成熟 参加了 散导大师的 净土思想 读书会 终于了解 净土中 主张 他力救度的 令狐法门 是给人 安心 给人 欢喜 给人 希望 能够让人 获得真实利益的法门 就如 大经所说 一切恐惧 为作大安 假如 任何人的心 还有不安 不能往生 阿弥陀佛就不成佛 而 阿弥陀佛早在 十节以前 就成佛了 所以 念佛就必定往生 容易往生 急得往生 接得往生 莫不接亡 这是 释迦摩尼佛所说的 也是 十方诸佛 多出广常舌相 作为正成的 每想及此 心中的万足 和喜悦 真的 不知道 我们转入 净土门 转入净土门 从此以后 能够每天 安心恋佛 快乐恋佛 了解一句 那么阿弥陀佛 就具足了 信 愿 行 恋佛 恋佛 即能得到大力无上的功德 恋佛的人 就是人中的昏陀立花 这是这一位庭静居士所写的 庭 是家庭的庭 静 是净土的静 静土中的静 清静的静 那么这一篇文章很短 可是是对我们志工们最好的回报 我们志工们看到的这一篇文章 就心里很有安慰 有欣慰 值得不白做 所做的 让人家感动在心 那么今天 我有一张讲稿 这张讲稿 是邻国九十四年 已经是十三年了 三月份的时候 在我们向山的地方教团 跟当时的这个议事委员会 也就是我们教团里面的 执事干部所讲的 那么内容 我觉得也可以 让我们志工们 来互相研讨 所以 所以首先我来把这一篇先练一遍 大家就静静的听 远苦众生 我们虽是佛教团体 但不以拥有教团 研究佛水为目的 学佛人 不论所随是圣道门 还是净土门 其目的都在于上求菩提 下化众生 而上求菩提的目的 是为了容易度化众生 因为一切众生都沉溺在苦恼的大海中 可谓重苦充满 苦海无边 有的人 茫然无知 有的人 恐惧不安 因此 都需要法音的幻想 都需要 弥陀的安慰 经典上显示 弥陀的悲愿说 众生苦恼 我苦恼 众生安乐 我安乐 又说 呵护群生为之重担 一切恐惧为之大安 而我们的教团 正是以弥陀为中心的 净土教团 因此 教团的执事干部 都要深刻领悟弥陀的大悲 秉持弥陀的大悲精神 设身处地的 纯恋众生的苦恼 以众生为恋 经典上说 菩萨所缘 缘苦众生 诸佛 菩萨 心心恋恋 都在于苦恼众生 时时处处 都要拔除众生的苦恼 人生很短 在几十年短暂的人生之中 能够遇到佛法 尤其是遇到阿弥陀佛 主动积极 平等普救的法门 进而为这法门自信教人性 做弥陀的使者 弘弥陀的大愿 是何等稀有难得可贵 正所谓百千万节难遭遇 因此 因此 大家应庆幸 珍惜这百千万节难遭遇的佛缘 好好使用短暂的人生 为弥陀普救的法门而奉献 心心恋恋 时时处处 都以众生为恋 犹如菩萨所缘 缘苦众生 如此 假借短暂的生命 做无尽的奉献 便能获得人生最高的价值 因为我们为众生所做的点点滴滴 都如同弥陀所做的 当然 我们都是凡夫 往往也会在某种静缘之下 善心冷却 愿心倒退 这时 若想到菩萨所缘 愿苦众生 但愿众生得离苦 不为自己求安乐 则愿心便会坚固 善心更能增长 第二 何言爱语 下心含笑 何言爱语 诸自无量寿经 原文是 何言爱语 先意沉温 这两句经文是在说明 阿弥陀佛因地修行 对众生亲切体贴 柔善谦顺的大悲言行 下心含笑出自地藏经 原文是下心含笑 亲手布施 这两句经文是佛祖开示 一位国王布施时 所应抱持的心态与做法 这几句经文对我们学佛人 尤其身为执事干部 是很好的开示 可作为我们为人处事 服务大众的方针 和言 温和的 和蔼的 甚至微笑的容貌 给人感觉亲切 感觉安心 不会令人见耳生畏 甚至觉得拒人千里之外 有句话说 主妇的笑容是家庭的光明 比翠 家庭主妇相夫教子 主长宗贵 如果亲切和蔼 笑容满面 会给家庭带来和气 带来温馨 带来光明 爱与体贴 关爱 柔顺 为对方设想的语言 能令对方欢喜 温馨 使得对方感动 感激 容易接受我们的服务 乐意听从我们的领导 先易沉温 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设想 不等对方开口 欲先通达其心 了解其意 而主动积极地垂寻 对方的需要 解其苦恼 满其所愿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随喜 和言爱与先易沉温的柔顺千下之德 下心含笑 亲手不失 以千下柔和的心肠 慈悲 关爱的笑容 亲手 普遍的 不失 贫穷 悲贱的众生 仿佛都有 共高我万心 尤其是 贵为一国之王 然而 国王布施 贫困百姓 不但放下 国王的身段 而且用谦卑柔软的态度 和蔼可亲的笑容 直接亲近百姓 做亲手的布施 并且敬重对方 毫无高万心 这种真心 爱心 千敬心 不但令人容易接受 更令人动容 感恋 怀恋 永至不忘 千敬能够聚德 招来福报 古人云 人能千下如西谷 责得常在 不离己 有 微笑是世界上 最美丽的语言 也是人与人 最好的沟通桥梁 时常笑脸 迎人 必是最有人缘的人 希望我们 执事干部们 为同修 联友 乃至教团之外的人 服务时 都能主动积极 都能 合眼 爱与 下心 含笑 第三 认老 认愿 无怨 无悔 认老 不认愿 有功 无德 认愿 不认老 有德 无功 认愿 认老 有功 有德 不认老 不认愿 无功 无德 学佛人 不管是为自己 消灾 解烂 征服 延寿 或 发心为佛们 做事 饶益 众生 都要有 牺牲奉献的精神 吃亏 不教的心量 因此 必须培养 认老 认愿 无怨 无悔的 胸襟 本来 人苦 奈老 不计 毁育 是行者 本色 因为 吃苦 即是疗苦 忍入 能够 征服 而 身为佛门 执事 干部 更应 如此 佛陀开示 说 未曾福道 先解人缘 又说 欲求 无上福道 先做众生马牛 我们虽是净土法门 以殿佛 往生净土 在净土正 无神佛果 为宗旨 然而 随佛 积累成佛 成佛 本为众生 则 今生 献世 也应 随远 尽力 为众生 做事 甚至为众生 做马 做牛 只要我们 能力所及 便应 当仁不让 尤其我们 一方面要 稳定教团 服务同修 另一方面 要弘扬 北院 广力全盟 若不耐劳 而心生 愿悔 则 功亏一愧 功败随成 为大众 做事 即使 做得好 做得圆满 都会有人 满意 有人 不满意 也会受 赞美 遭 批评 身处 五左 二事 彼此 都是凡夫 难免 如此 但 只要经过 决意 自己也 深思熟虑 尽心尽力 若受 赞美 故可 欣慰 及遭 批评 也不必 弃乃 因为 已尽 心力 而 因缘 如此 所以 主事者 既尽 心力 便应 随缘 保持 平常心 以 公顺 无争的态度 理性 冷静 地面对 若因此而 负气 甚至有 情绪反应 则 甚为 不治 任劳 容易 任怨 难 若能 任劳 也任怨 则 功德 圆满 因此 事无 大小 都要 理性 抬头 切莫 情绪 用事 服务 大众 要能 任劳 任怨 无怨 无悔 必须 必须体悟 大悲 心 与 空性 慧 观经 说 佛心 则 大慈 悲 事 以 无缘 慈 涉助 众生 万言 经 说 诸佛 皆以 大悲 为 体 因 与众生 而起 大悲 因 与 大悲 生 菩提 心 因 菩提 心 成 等 正 诀 又说 一切众生 而为树根 诸佛 菩萨 而为花果 以 大悲 心 饶益 众生 则能 成就 诸佛 花果 众生 一体 人 我 无别 为他 即是 为自 为自 必须 为他 能 如此 体悟 则能 认老 也能 认怨 无怨 无悔 犹如 慈母 父儿 亦如 不 请 之有 何况 我们 受 弥陀 无条件 的 会 诗 弥陀 不计较 的 包容 同 卧 弥陀 大悲 之爱 深感 弥陀 同体 之恩 即使 招 无根 之棒 或 求全 之悔 也有 力量 勇于 面 对 干 予 承担 为众生 服务 若能以 无我心 平等心 对待 则 起伏得 不可思议 金刚经 说 菩萨 与法 应无 所住 行与 故失 何以 故 若菩萨 无助向 不失 起伏得 不可思量 希望 执事 干部们 都能身体 弥陀 大悲 佛心 无 我不执着 理性 不情绪 地 为人 服务 而 任劳 任怨 无怨 无悔 以上 三段 法语 第一 菩萨 所缘 缘苦 众生 第二 何言 爱语 下心 喊笑 第三 我们任劳 任怨 无怨 无悔 希望与大家 共同联励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一篇 我想 不只是我们 志工 守应 存心 就是 志工的态度 志工的心态 都要以这作为内涵 同时也是一个人 修身 养性 所应该理解的内涵 个人也好 家庭也好 社会团体也好 我想 你都应该 以这个内容 来存心 来做事 所谓 菩萨所缘 缘苦众生 在经典上是说 大悲所缘 缘苦众生 也就是说 菩萨 他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他是抱着 大悲的心 而大悲的对象 就是苦恼的众生 所以菩萨 所以菩萨大悲所缘 缘苦众生 就好像 海边的救生人员 他的对象 就是 宁水的人 那我们众生 我们众生 我们众生 五卓二世的众生 都是什么样的人 密水的人 对不对 密水的人 那么都需要 菩萨 阿弥陀的大悲 是不是 阿弥陀的大悲 他是超越菩萨 菩萨的悲心 就是体悟空性 因为 一个人 如果能够体悟空性的话 自然 内心 就会流露出 慈悲 因为体悟空性 就没有我直 没有我直之后 就会有平等的爱心 把对方 看成自己 所谓冤亲平等 自他一体 又看到对方 也就是 云云众生 被无灵 业障 所盖 佛性不能显发 而且 都在 起祸 造业 所轮回之苦 因此 体悟到空性的菩萨 那种悲心 就非常的广大 而且动力 就佩然 若知能遇到 想要去救度众生 这个就是菩萨 他体悟到了空性 那么佛的话呢 他已经不需假戒 体悟空性 自自然然 天性自然 就是在行大慈大悲 我的心 不管内外上下 整个细胞 都是无言大慈 同体大悲的爱心 在十方诸佛当中 最终第一的佛 是哪一位啊 阿弥陀佛 其实 所谓心佛 众生 三无差别啊 只要论佛性的话 不管是成佛的佛 还是 还没有成佛 乃至造罪造业的众生 的这个佛性 都是一样的 没有说 佛的佛性 比较高超 而我们的佛性 比较低劣 佛的佛性 成分比较多 我们的佛性 成分比较少 是没有的 都平等的 一样的 这是就佛性的平等们 来讲 但如果就成佛的因果 来讲的话 就各有不同 那么这个必须求 从差别们来讲 阿弥陀佛的成佛 跟其他十方诸佛的成佛 就有所差别 阿弥陀佛的成佛 他是首先 经过五节的时间 去思维四十八个大愿 又经过造宅 永节的时间 去击止菩萨 无量的德行 是经过这样的愿行 圆满 才成佛的 在他的因缘当中 他本来就发了 如果将来成佛 他的功能利用 要超越十方诸佛 同时 他的三明六通 也要超越十方诸佛 十倍以上 乃至 他顶上的光明 身上的光明 也要超越 十方诸佛 百亿千倍以上 因为 在阴地的时候 有这样的愿 时间又经过五节的思维 所完成的行门 又经过造宅永节的 即使菩萨 无量的德行 导致 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 他的功能利用 就超越十方诸佛 因此 因此 释迦摩尼佛 就极为 赞叹地说 阿弥陀的光明 是 十方诸佛当中 最尊第一 十方诸佛 所不能比 所不能及 因此 阿弥陀佛是 诸佛中的王 一个国家无二王 一个国家无二王 没有两个国王的 国王只有一个 其他 都是国王底下的文官武将 文官武将可以上上下下来来去去 只有国王他最尊第一 他永远 都是最尊第一的 不动 不变 不改的 不受影响的 那么阿弥陀佛的悲心 悲心 还有功能利用 都是超越十方诸佛的 那么我们一致功面 所做的事情 所做的事情 都是 是做阿弥陀佛的事情 也就是说 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因为我们的志工 无非是做弥陀事情之外 就没有做其他事情 所以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所谓化身 用一个批语 比如说我们一张的讲稿 就可以复印一百张 一千张 一万张 复印给大家看 那么所复印的 都跟原稿 没有两样 那么我们所做的 都跟阿弥陀佛想做的 没有两样 因为阿弥陀佛想做的 就只有一个 就是 大悲所缘 缘苦众生 这里所讲的说 第一行所讲的 随佛人 不论所随是圣道门 还是净土门 其目的都在于上求菩提 下化众生 而上求菩提的目的是为了容易度化众生 因为一切众生都沉溺在苦恼的大海中 可谓 重苦充满 苦海无边 我们随佛的目的 我们随佛的目的 随佛的目的 有进程的 也有远程的 进程的目的是什么呢 解脱 轮回 那远程的目的是什么呢 成就福到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有六道的生死轮回之苦 首先要脱离这一个苦 那至于成佛的话呢 如果以圣道智力的法门来讲 那非常遥远 非常遥远 也就是说 脱离生死轮回之外 发心成佛 要经过一万节 才能够进入不退转 那么不退转 有三种 所谓胃不退 醒不退 练不退 从胃不退到醒不退 要一大声其解 从醒不退到练不退 也要一大声其解 从练不退到成佛 也要一大声其解 这么样的经过三大阿声其解 所谓三解修福会 三起修福会 百解重向好 三个大阿声其解 去累积佛所必须圆满的福德跟智慧 经过这么漫长的过程 去行持六度万行之后 才能够成佛 这个是圣道门自立 那么这个还是从退转的结尾 来讲的 如果是退转的话 当然时间就要更长 那么对我们来讲 我们随否是今生今世能够同时达成近期的目的 也能达成远期的目的 也就是说解脱生死轮回 以及完成佛道 都能够在今生今世 同时圆满 不必经过三个大阿声其解 也不必历尽 所谓未不退 行不退 练不退 到达等嘴 进入妙诀 是不经过这些过程跟时间的 因为我们这个法门有一个特色 叫做横超的法门 也叫做果地的法门 既是横超又是果地 表示他是非常的殊胜 这么殊胜的法门 他又是易行道 易行道又是容易 并不因为他功德高盛 因此刑法艰难 时间要好久 不是的 是横超的 是果地殊胜的 又是容易的 今生今世能够圆满的 之所以有这样的特色 有这样的功能利用 那倒不是我们的根基锐利 只要是靠明土的救度 以其他的法门 要解脱生死轮回 那时候很难道 也可以说是不可能道 因为要所谓勤修界定会 断除贪嗔痴吃 这世界上七十几亿的人口 断除贪嗔痴可能没有几位 贪嗔痴没有断 就依然在六道轮回之苦当中 而六道轮回之苦 释迦牟尼佛说是 众苦充满 甚可不畏 所谓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 甚可不畏 这一种充满之苦 释迦牟尼佛用火宅来形容 一个被大火燃烧的房子 来形容我们三界六道的轮回 可见如果想到 十三界佛宅 那么就无论如何 要在今生今世脱离 这个佛宅 脱离这个三界六道的轮回 那么所谓大吉经所讲的 末法伊尼人修行 含义得到唯一恋佛 得度生死 大吉经里面是没有这样的文字 但是有这样的内容 因为他的文字比较长 那么祖师大德就取他的意义 然后以简短恶药的文具 来让我们一看就懂 而且容易理解 容易来辞送 而说 末法伊尼人修行 含义得到唯一恋佛 得度生死 唯一恋佛 唯有依靠恋佛 才能够了脱生死 那么所谓恋佛 恋佛 十方都有佛 十方诸佛 阿弥陀是十方诸佛的王 那么我们所恋的 都是唯恋弥陀一佛 我们虽然唯恋弥陀一佛 等同于普恋十方诸佛 因为十方诸佛的功德功能 都没有离开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所谓法界葬身 法界之中的诸佛 菩萨 还有所有法门陀罗宁 都在阿弥陀佛一佛里面 所以说阿弥陀佛是法界葬身 因此我们只要专念妙弥陀佛 那么所有十方法界的佛法身 我们就通通练到了 通通拥有了 因此我们就专念弥陀一佛 何况我们要练千佛万佛 要拜八十八佛 我们都立有畏带 但是只要掌握它的关键 也就专称弥陀佛名 那么八十八佛也好 三千佛也好 万佛也好 就通通练到了 那么金连呢 是户序连 也就是狗连 狗啊 狗表示忠心 忠心 也表示它的这个 忠意 道意 仁意 今年我们的对脸 我们的对脸是什么?慧殿吗? 忠义无恶心,唯恋弥陀一佛 那么宏愿有万德,广度十方众生 宏愿就是阿弥陀佛救度十方众生的愿 宏广无边,所以叫做宏愿 在他发愿的时候 他要普修所有的法累积所有的功德 所修为众生而修 累积的功德是为众生而累积 使众生因为有这一些功德 有这一些修行 也就是说不修而修 就能够偿还 旷界以来的所有罪业 就能够脱离 难得解脱的三界六道生子轮回 就能够往生涅槃极乐的世界而进入涅槃成佛 这个在阿弥陀佛发愿的当中 就已经设定好了 所以说宏愿有万得 那么这个宏愿成就的时候 就是成就了一句 那么阿弥陀佛 也可以说名号有万得 那么以这个万得的名号 万得的侯愿 来广度死亡众生 广度所有众生 你我他当下就度 一起就度 所以我们随否的人随后的目的 以小圣来讲就是解脱道 以大圣来讲就是菩提道 那不管解脱道也好 菩提道也好 大圣小圣 都在我们 净土法门当中 一体圆满 那么这一种内涵 这一种教理 如果不专研究 净土法门 纯粹的净土法门 那就理解不到 可能会有所疑惑 在这里有说 有的人茫然无知 有的人恐惧不安 因此都需要反应的幻想 都需要理讨的安慰 茫然无知 就是不晓得三二报应三四 因果六道轮回 所以就 这个 看起来悠哉悠哉的过每一天 其实就是茫然无知 不晓得人生的目的 不晓得人生的意义 不晓得生命的价值 那这样过年就少了一点 那连连过年 就连连接近死亡 连连接近阎罗网 这个可以说茫然无知 那么人生最大的恶 就是无知 人生最大的苦 就是来自于无知 这无知当中 以不知生而抱怨 三四因果六道轮回 为最严重 那么有的人恐惧不安 也就是说他已经知道 有三的报应 有六道轮回 可是找不出解脱的法门 就像刚刚所念的那一篇 《庭静居士》所写的文章 也就是说他多年来 多年来随了很多法门 也学密 也禅尽双修 也拜颤 也朝山 也做种种的 参加种种的这个法会 三十四念 种种拜颤的这个法会 那么也精勤的念佛 可是最后还是不安 那就是来自于 不晓得有弥陀的 弱度的安慰 因此对于盲染无知的人 我们需要弘扬火花 对于水佛的人 我们需要弘扬弥陀的旧度 那么这里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取这个重点 这个第二 何言爱与下心含笑 这个下心含笑 这个笑 笑好不好 好 有一句话说 祖父的笑容是家庭的光明 那么 那么 要为家庭带来光明 简不简单啊 简单 要不要发钱 没有 只要粘开水发笑一笑 对不对 对 又有一句话说 这个 微笑 微笑的女人就是美丽的女人 对 对 我们做志工 这个面容 举止 可以说是第一线的 人家 对我们 了不了解 是一回事 可是 看我们 摆在前面的 就是笑容 就是和蔼 就是体贴 那人家呢 就感动了 就赞美了 事后呢 就怀念了 可真这个笑 是很好的 几年前 有一个韩国的 这个什么 明星 是兰仲 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裴永俊 有没有这个 有 他的人气很高 因为 他长得帅 同时呢 他一出来 一面对 就是让人家觉得很可亲的笑容 单单他的笑容 就迷了 迷了不少人 那假设 他虽然 长得 所谓的 高富帅 可是没有笑容 甚至 脸是紧绷的 或是 严肃的 我们会怎么样 啪啪 啪啪的 有一句话说 好坏汤头 一味热 眉丑女人 一味笑 也就是说 这个食物 只要热 就好吃 木女人 只要会笑 就美丽 我们目前在座 只有都是民众 像我们这个墙壁 有贴法语 那两句 微笑的女人 就是美丽的女人 主母的笑容 是家庭的光明 那么 兰仲其实 也是这样 因为这个 笑 笑是普世价值 这个笑 是所有 管路的通道 笑是不需要 发钱的 可是它的 价值 可说是 连城 中国有一句话说 不会笑 那就不用开店 那外国 有一句话说 微笑 就跟财富亲近 没有微笑 就跟财富远离 那我们上班 跟同事互动 如果彼此 能够微笑相待 自然带来 和谐 和气 带来温馨 那么 这个团体肯定 业务会 蒸蒸日上 人跟人 如果 常常能够 微笑相待 那么 家庭 肯定是 和乐美满的 社会是 和谐的 那么国家 也是 安定的 国与国之间 如果 互相 微笑相待 也不会 战争 所以这个 和言 爱语 下心 含笑 跟人家 讲话 跟人家 互动 必须要 避免对立 避免对立 同时 避免得罪人 因为一旦 对立的话 之后 就没有 和好的互动 那么 暗中 得罪人的话 那 惨了 所谓 铃枪 异朵 案件 蓝黄 你得罪人家 人家会 报复啊 不过 我们是 水火的团体 又是 水洗 迷脱的 大悲之爱 我们是 不可能 跟人家 对立的 也不可能 跟人家 争通相对的 以迷脱之爱 来跟他 互动 都来不及 所谓 迷脱 说 为人 我本人说 为人 都来不及 所以我们 尽量 培养一种 和言爱语 下心 含笑的 心态 跟为人 处事的 态度 那么这一篇 第三 任老任怨 愚愿无悔 请大家回去利用时间 多看 这个任老任怨 任老任怨 无悔无悔 很重要 不然辛苦了一辈子 最后呢 功亏一愧 功败垂成 那岂不是很可惜 对时间关系 我们就讲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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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萨